我们来打这一只陌生精灵 角色方面的话要选会有那个控制技能的 像我把这个主角换成了电属性的 他的绝招有着一个眩晕 这里我们可以选这些会眩晕的角色 好像这一只也是不错的 他的第二招 击飞也是可以让Boss无法释放技能 绝招又能够眩晕 就在这里选几只吧 有那个 眩晕 冰冻 冰冻也是能够让Boss无法释放技能 或者是 沉默 沉默也能够 但是我没有沉默的角色 然后还有这一个鸡飞也是可以 就选 这几个 眩晕 冰冻 沉默和鸡飞 我用的是这个火灯 攻击手放在最里面 或者是最下面 对里面 对里面 補师死掉没关系 然后这里有一个火力之拳 要让这个Boss离开这个火力之拳 好 大概是这样子 我这里只有一只 那个 会控制的角色而已 所以 打起来很靠那个运气 运气不好有可能会死 我有两只的话会比较好 两只到三只会比较好 好开绝招 挡一挡死 继续 看,敌篮 小心 准备 准备 让意 背面 准备 の 会 准备 酰备 准备 好,轻松通关 我的魅力是20点,蛮高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里 好,第四张通关 没有通关,就是第四张